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议题 也少不了运动带动健康 玉礼镇妇女会就在这个月 举办了运动有氧舞蹈班 吸引不少的民众来学舞 妇女会的理事长表示 只要对舞蹈有兴趣的婆婆妈妈 都能来参加 也全力准备四月份 玉礼妇女会主办的舞蹈比赛 希望能够为玉礼镇夺得佳基 学着音乐舞蹈身体 跟着老师一个指令一个动作 再冷的天气 身体很快就热力起来 这是玉礼镇妇女会的 有氧运动班的开训典礼 会场上可以看到满满的女力 由于舞蹈班从2021年开班以来 就受到地方妈妈的喜爱 一开班名额马上就满了 妇女们最喜欢上的一门课 就是可以健身 然后可以把自己跳得漂漂亮亮 把身材弄得好 所以说我们这次又开这个舞蹈班 希望大家能够跳出健康 跳出活力 开训典礼上也可以看到 花年县议员黄玲礼也报名参加 笑着说要跟着妈妈们一起来运动 县长光文俊也带着老婆来动一动 未来也会持续推动更多健康又有活力的活动 所有的活动可以讲说都办得非常的成功 但是我想有人推动还是要经贵 需要活动的经贵 连来一点也能够关注 那当然医理政公所在有些人之间的情况之下 我想当然能够带动正向发展的 尤其是我们副理会 我们一定会全力的来与助 玉礼政妇女会在这个月举办了运动有氧舞蹈班 吸引不少民众来学舞蹈 妇女会理事长说 只要是对舞蹈有兴趣的婆婆妈妈 都能够来报名参加 并且也会全力准备 4月份玉礼妇女会主办的舞蹈比赛 希望能够再为玉礼政夺得夹击 记者高双双玉礼政采访报道